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先来看看印度的经济动态 印度高官表示 为了因应国际局势的变化 印度应该考虑接纳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 尽管两国边界纠纷不断 但印度首席经济顾问和财政部长都认为 吸收中国投资有助于促进印度 对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出口 并控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美国特勤局局长 因特朗普遇刺事件引咎辞职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宾州的一场造势大会上遭到枪击 导致他和两名与会者受伤 另一人不幸死亡 特勤局局长金伯利·切特尔 因此承担责任并辞职 这次事件引发了国会 对特勤局安全漏洞的正式调查 并且拜登总统也发起了一项 独立的两党调查 最后让我们看看 中国钢材出口暴增 对全球市场的影响 中国为应对国内需求萎缩 向国际市场大量出口钢材 导致全球钢材价格暴跌 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考虑 对中国钢材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 以制止其无节制的增长 这一情况对日本等个国家的钢铁企业 也造成了重大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印度高官 印度要因应国际局势变化 考虑接纳中国直接投资 美国之音中文网 新德里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立场 正在发生转变 印度政府高级经济官员表示 应该接纳中国投资进入印度 但是由于两国边界纠纷不断 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 要步入正常轨道 依然面临许多不确定性 据路透社周二 7月23日报道说 印度首席经济顾问V.阿南塔 纳格斯瓦兰 V.阿南塔尼斯沃安 建议 新德里应该重点关注 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以促进印度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出口 并帮助控制印度与北京之间 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 印度财政部长 尼尔玛拉 西塔拉曼 尼尔玛拉·西塔尔曼 立即发声支持纳格斯瓦兰的主张 西塔拉曼周二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顾问办公室的工作 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 但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同意这一建议 纳格斯瓦兰 在周一提交给议会一份 年度经济调查报告 报告在 新印度的增长战略意 张忠称 西方国家正在寻找替代的进口渠道 已减少在全球制造和供应链中 对中国的依赖 印度应该力争从中受益 为了促进全球出口 新德里可以融入中国的供应链 也可以吸收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 纳格斯瓦兰指出 印度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动态 仍然极其复杂且相互交织 尽管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中国 但仍然只是 中国的一小部分 报告说 用来自中国的投资 取代一些精心挑选的进口产品 会为印度以后 创新国内专有技术铺路 这可能有其他风险 但与许多其他事情一样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最好的世界 我们必须在第二和第三好的选择之间 做出选择 2020年5月 中印两国在喜马拉雅边境爆发冲突 造成20名印度士兵和至少4名中国士兵死亡 两国关系恶化 此后 印度加强了对中国公司投资的审查 并暂停了重大项目 中国对印度的投资实际上陷入了停滞的状态 一名印度高级官员 在1月告诉路透社 如果中印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亚洲大国之间的边界保持和平 投资限制可能会取消 然而 解决边界问题的外交和军事谈判一直未能成功 除了投资审查 印度自2020年以来 还几乎中断发放了所有中国公民的签证 不过 印度正在考虑放宽对中国技术人员的签证 因为它影响到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 印度央行数据显示 印度在2023-24财年的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从上年的279.8亿美元下降62.17%至105.8亿美元 创17年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特勤局局长因特朗普遇刺事件引咎辞职 美国之音中文网 负责保护美国总统等高层官员的美国特勤局 Secret Service局长金伯利、切特尔、Kimberly Chito 星期二、7月23日 表示他将辞去特勤局局长职务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7月13日在宾州举行的一场总统大选造势大会上 遭到一名20岁男子的枪击 导致特朗普和两名其他与会者受伤 另一人不幸死亡 此次刺杀未遂事件发生后 特勤局安全保卫措施不利 并且出现严重安全漏洞 引起美国公众的高度关注 许多正要要求切特尔为此承担责任 立即辞去局长职务 而美国国会也已经针对这次 未遂刺杀行动中的安全漏洞 展开正式调查 我为安全漏洞承担全部责任 切特尔在写给特勤局员工的一封电邮中表示 美联社掌握了这封电邮的内容 并据此作出报道 鉴于最近发生的事情 我带着沉重的心情 做出了辞去你们局长这一职务的艰难决定 美联社引述切特尔的话说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用消息人士的话说 切特尔在辞职信中表示 他不希望自己的离开 分散特工们对使命的注意力 切特尔承认 7月13日也就是枪击事件发生的当天 该机构未能履行旗 保护我们国家领导人的 使命 切特尔自2022年8月起 担任美国特勤局局长 美联社认为 他的离职并不意味着各项调查的结束 而由于美国民主党 即将在芝加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 选出代表民主党 竞选总统大位的提名人 而美国两党的总统大选选战逐渐升温 承担保护相关候选人安全重任的 特勤局任务和挑战都将显著增加 美国国会两党表示 将持续对特勤局安全漏洞进行调查 此外 检察长办公室 以及乔·拜登 周·拜登 总统发起的一项独立 而且有两党参与的调查 也将持续 切特尔是在星期一出席美国国会 就此次未遂暗杀案召开听证会 并且在听证会上作证一天之后 做出辞职决定的 我们失败了 切特尔在国会作证时说 作为美国特勤局局长 我对我们机构的任何安全漏洞负 全部责任 我将竭尽全力 确保7月13日这样的事件不再发生 他补充道 但是切特尔当时拒绝辞职 并且强调他仍然是领导特勤局的正确 人选 他还以正在进行内部调查 为由多次拒绝回答两党议员的问题 而另议员们非常愤怒 当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南希 梅斯 Nancy Mace 建议他开始起草辞职信时 他还阵阵有词地回答说 不用 谢谢 事发当天 20岁的枪手 托马斯 马修 克鲁克斯 Thomas Matthew Crookes 得以爬上距离特朗普发表演说的舞台 仅135米远一座房屋的屋顶 并在特朗普开始致辞后 从容开枪射击 令人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切特尔星期一承认 在凶手开枪前 已经有人两至五次告诉特勤人员附近有一名可疑分子 而且凶手开枪的屋顶早在几天前 就已经被认定为一个潜在的安全隐患 但是他拒绝回答 事发当时相关的许多问题 包括特勤局为何没有派人驻守那一屋顶的问题 切特尔一共在特勤局服务了27年之久 他2021年曾经离开特勤局 去担任一家私营公司的安全主管 但是拜登总统2022年 又把他请回来担任特勤局局长 美国特勤局隶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 目前拥有大约7800名特勤人员和其他雇员 拜登在任命切特尔担任特勤局局长时曾表示 切特尔是他担任美国副总统时 他和他太太的安全警卫 而且他和他太太逐渐 信任起他的判断和建议 中国钢材出口暴增 冲击全球市场 贸易摩擦预计将严重恶化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钢铁企业为应对国内需求萎缩的困境 正向国际市场大肆转嫁过剩产能 更多的国家在考虑对中国钢材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 日经亚洲星期二7月23日报道说 中国今年上半年出口钢材5300万吨钢材 同比暴增24% 今年全年的出口量有可能接近2015年创下的1.1亿吨的最高记录 日经亚洲的报道说 中国现在是钢铁厂的钢材库存量大大多于经销商的库存量 而在2020年左右 中国钢铁厂和经销商的钢材库存大致相当 但是钢铁厂现在的钢材库存比经销商高出400万吨 一方面国内需求萎缩 另一方面库存持续增加 因此中国的钢铁厂只好通过外销来消耗库存 根据主要钢铁企业的说法 在中国钢材进口大幅增加的情况下 东南亚市场的热闸钢价格已经从2021年至2022年中 每吨700至900美元含运费跌落至500至520美元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近期结算热闸钢期货价格 也从去年年底每吨1000美元左右的价格跌落至大约660美元 日经亚洲指出国际市场钢材价格暴跌 也影响到日本大钢铁企业的产品出口 新日本制铁诸事会社在5月举行的一场 有关营收的吹风会上表示 由于中国产品的涌入 海外市场钢材价格的下滑 将让该公司2024财政年度的营收 同比暴跌900亿日元 约合5.73亿美元 我们必须按照中国持续维持高产量 并且迫使我们陷入一个艰难的营商环境这一假设 来推行我们的战略 日经亚洲引述新日本制铁诸事会社社长乔本英二的话说 另据彭博社报道 由于房地产危机的大幅降低中国国内对钢材的需求 中国在今年第一季度对外出口的钢材产量 同比增长28%达到2600万吨 东亚仍然是中国的主要市场 不过中国对印度 中东和拉美的钢材出口也在增长中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并没有进口多少中国的钢材 但是乔拜登 周拜登总统呼吁对某些中国钢材产品加征25%的关税 中国第一季度对巴西的钢材出口同比增长29% 对哥伦比亚和智利的钢材出口分别暴增46%和32% 这三个国家已经获正准备对进口中国钢材采取贸易措施 以制止其无节制增长 彭博社指出 中国对埃及的钢材出口今年第一季度暴增95% 而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钢材出口也飙涨8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成为越南和韩国之后 中国钢材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 彭博社报道说 智利一家钢铁企业KPSA原本决定关厂 但是在智利政府对某些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之后 又改变主意维持工厂的生产 日经亚洲指出 相较于中国去年粗钢超过10亿吨的产量而言 中国的钢材出口量并不算大 但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材生产国 产量超过去年全球18.9亿吨总产量的一半 如果中国国内需求下滑 中国钢铁厂的过剩产能 有可能扰乱全球钢材市场 2016年 当中国钢材上一次肆虐国际市场时 七大工业国集团G7和20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 分别讨论了如何消除产能过剩的问题 最后设立了一个钢铁产能过剩全球论坛 GUSAC 不过中国在2019年退出了这一论坛 声称论坛已经完成其使命 中国的钢铁产能在2016至2018年间的确有所收缩 但是从2019年开始 产能又开始回升 日经亚洲指出 中国钢铁企业的利润也处于恶化之中 根据日本驻有商市诸事会社全球研究所的报告 中国政府今年4月曾对中国国内钢铁企业和贸易公司进行了一次调查 而且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项减少粗钢产量的运动 但是5月份 中国粗钢产量仍然显示2.7%的增长 一位日本大钢铁企业的消息人士 向日经亚洲表示 实际上减产并没有进展 有些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地方政府出于避免就业和财务恶化的考虑 正在鼓励钢铁企业维持现状 日经亚洲指出 最让发达国家钢铁企业关切的是中国高质量钢板的出口 中国建筑用的金属棒出口2015年超过3000万吨 但2023年暴跌至600万吨 取而代之的是用于制造业的中国热闸钢板的出口 去年中国热闸钢板出口超过2000万吨 而今年头5个月的出口也已达到1200万吨 日本的钢材进口截至今年4月连续15个月增长 其中从中国的进口飙升了86% 中国钢材通过第三国的间接出口 也引起许多国家的关切 全球针对钢材进口的反倾销调查 去年一共5起 其中3起涉及中国产品 而今年截至7月 全球启动的针对钢材进口的反倾销调查 已经有14起 其中10起涉及中国 中国钢铁企业除了向国际市场转嫁过剩产能外 还试图并购外国钢铁企业 在中国与中国公司设立的合资企业 根据美联社报道 中国宝钢股份公司星期二表示 公司准备赤资大约2.42亿美元 收购其与新日本制铁诸式会社 合资成立的一家汽车钢板生产企业 双方的合资合同将于7月30日到期 双方设立这一合资企业的初衷 是要利用日本的先进技术 占领中国巨大而又快速成长的汽车市场 但是随着中国车企 从传统汽车转向电动车 市场对钢板的需求大幅下降 而厂房建设 在汽车市场需求不振的情况下 也出现了滞后 日经亚洲报道说 新日本制铁向宝钢出售其合资公司股权之后 将全力以赴聚焦于以141亿美元 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并购案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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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